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 今天介绍一部真人真事改编,爱情不易,请珍惜的电影《大病》 来自巴基斯坦的库米尔和父母一起住在芝加哥 他是一名脱口秀演员 每天跟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小剧场表演脱口秀 某天他在演出时看到一位漂亮女孩 于是他就用幽默的语言搭讪 哪知那女孩也很风趣幽默,两人相谈甚欢 女孩名叫艾米丽,正在大学攻读心理学硕士 然后库米尔就带她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给她放电影看 哪知两人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正片还没开始,就滚了床单 而库米尔每次回家吃饭 母亲都要给她介绍女朋友,都是巴基斯坦女孩 因为她们的传统是必须娶巴基斯坦女孩 但这在库米尔看来就是包办婚姻 她很反感,但又不敢拒绝 所以每次都借口不同意 还把女孩的照片放在一个小盒子里 之后库米尔又打电话于艾米丽看电影 这次情况好了点 进入正片之后,两人才干柴烈火的一番激情 之后两人就谈起了没羞没燥的恋爱 而期间库米尔的母亲依旧不断给库米尔介绍女朋友 但库米尔心里只有艾米丽 但当库米尔跟哥哥说起自己喜欢一个白人女孩时 还算开通的哥哥说 你可以跟别人谈恋爱 但你最终要娶一个巴基斯坦女孩 否则妈妈一定会将你逐出家门 某天艾米丽说她的父母想见见库米尔 还说她也很想见见库米尔的父母 但库米尔谎称自己不常回家,推脱了过去 但之后艾米丽发现了盒子里的那些相亲姑娘的照片 也才知道库米尔根本没跟父母提起过自己 她伤心至极,说库米尔就是骗子 库米尔说她表哥就因为娶了白人女孩被赶出了家门 还说她不能离开自己的父母 艾米丽听了伤心离去 之后库米尔过得就像行尸走肉 生活里只有演出和回家吃饭 而母亲依旧孜孜不倦的给她介绍女孩 有个女孩会变魔术,长得也漂亮 但库米尔根本没有感觉 某天她表演完后,一位知名的脱口秀演员经纪人 说她很欣赏库米尔,邀请她参加脱口秀大赛的决赛 库米尔的两个朋友也被选中 库米尔很高兴 旁边一位姑娘主动跟库米尔聊了起来 然后就回到她的住处滚床单 但半夜时分,她突然接到艾米丽同学的电话 说艾米丽住院了 而明天同学要考试 所以让库米尔帮着照顾一下 库米尔立刻起床跑到医院 艾米丽见到库米尔很惊讶 但也很冷淡 说不用她照顾 但一会儿功夫 艾米丽病情加重 医生让库米尔签字 说艾米丽肺部严重感染 要进ICU 库米尔很紧张地签了字 艾米丽被医学昏迷上了呼吸机 库米尔看着艾米丽很心疼 她用艾米丽的手机给她外地的父母打了电话 她一直守护在艾米丽病床前 转天她醒来就见到了艾米丽的父母 她跟对方介绍自己 但艾米丽的母亲对她很冷淡 接着五名医生分别给她们介绍了艾米丽的情况 库米尔没话找话 试图缓和一下紧张气氛 但艾米丽的父亲让库米尔回家 说这里有他们就行了 但转天上午 库米尔又来到医院 艾米丽的妈妈说 你们已经分手了 你就不用来了 我们知道你家里不同意你跟白人女孩结婚 但库米尔还是坚持要在这里等候 在医院食堂吃饭时 她坐得远远的 艾米丽的父亲看她还不错 于是叫她过来一起吃 突然医生将他们喊到办公室 说抗生素对艾米丽不管用 他们要做胸腔穿刺手术 从肋骨之间清除感染 医生还建议紧张的父母回家好好休息一下 这样硬挺着身体吃不消 于是库米尔开车将两人拉到艾米丽的公寓 库米尔看到艾米丽 还保留着和自己在一起时的照片 她感觉很伤心 接着库米尔说要去剧场演出 艾米丽的父亲建议妻子一起去 她怕妻子会精神崩溃 但就在库米尔表演时 台下一美国人大喊恐怖分子 这下可惹恼了火爆脾气的艾米丽的母亲 她大声指责对方 还想冲过去跟对方干仗 结果被保安抱走 艾米丽的父亲也大骂对方是混蛋 库米尔将两人拉回家 三人点了披萨 喝起了红酒 他们开始很放松的聊天 艾米丽的父亲不胜酒力睡着了 艾米丽的母亲给库米尔看艾米丽的艺术照 还说自己和丈夫是在大学的咖啡馆认识的 说丈夫是老师 但体育很差 而自己出身军人家庭 家人开始并不接受丈夫这个书呆子 但后来丈夫用真诚和坚持不屑打动了他家人 而库米尔说自己的父母是包办婚姻在一起的 之后医生说艾米丽的肺部感染已经清除 说很快就可以让他苏醒了 三人都很高兴 而回家吃饭时 母亲又给他介绍了一位优秀姑娘 优秀姑娘很开朗很健谈 对库米尔很有好感 还热情的邀请库米尔一起出去玩 但库米尔却拒绝了他 说他不喜欢包办婚姻女孩很不爽 拂袖而去 但医生又突然告知艾米丽身体里的病毒扩散了 而且查不出是什么病毒 艾米丽的母亲坚持要将艾米丽转到当地最好的医院去 但丈夫不同意在艾米丽昏迷时转院 于是夫妻俩发生争吵 艾米丽的母亲独自回去艾米丽的公寓 库米尔则带艾米丽的父亲来到自己的住处休息 艾米丽的父亲竟然提起自己曾背叛过妻子一次 但事后他就后悔了 并跟妻子坦白了 他跟库米尔说 当你要失去一个人时 你才知道对方对你有多重要 转天一早 父母就来兴师问罪 问他为什么拒绝优秀姑娘 还说你可以不做律师 不做医生 而去做脱口秀 但你必须娶个巴基斯坦女孩 库米尔说 既然你们不想让我过美国人的生活 那干嘛还移民来美国呢 而且库米尔还鼓足勇气 承认自己爱上了一位白人女孩 母亲气愤至极 说你再不是我儿子了 说着怒气冲冲的离开 而当库米尔来到医院 发现爱美丽的母亲 已经办好了转院手续 库米尔阻拦说 这时转院很危险 但爱美丽的母亲 依旧坚持转院 库米尔担心难过 他恍惚的去参加脱口秀大赛的预选 但他根本无法讲段子 最终他哭着说 我女朋友现在在医院昏迷 跟病魔战斗 说他现在心脏已经被感染 随时会死去 而我却曾让他失望 台下观众都默然无语 如果你能挺过去 如果你必须离开我 那我会放手的 转天一大早 爱美丽的父亲发短信 让他立刻去病房 在医院停车场 睡了一夜的库米尔 脑子里一片空白 他步履沉重的来到病房 却发现爱美丽已经醒来 正和父母有说有笑 但当爱美丽看到他时 问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母亲说他一直都在 而医生告诉父母 爱美丽是成人形泪风湿 他扭伤脚踝一直肿胀 身体就认为健康组织被感染了 就一直对抗 其实就是身体里的一场误会 但爱美丽说 他看到库米尔就会感到伤心 他让库米尔离开 而爱美丽的母亲 却捧着库米尔的脸说 我倒是希望你们能在一起 之后库米尔又去参加了 爱美丽的康复庆祝会 他带去了这些日子 所有的医院出入症 还有他父母去看表演时的门票 说他的父母很棒 而且还将烧掉的 那些姑娘的照片的灰带了去 但爱美丽说 他真的无法再重来一次 库米尔失望的离开 而他的两个伙伴 让他一起去纽约发展 可以说脱口秀 也可以写段子赚钱 于是他决定跟朋友一起去纽约 虽然母亲不再认他 但他仍然回家做了告别 临出发时 父母开车过来 父亲说 母亲仍然不会认他这个儿子 但却亲手给他做了 他最喜欢吃的咖喱羊肉饭 还叮嘱他 到了纽约报个平安 之后 他们在纽约的演出效果很好 某天库米尔正在台上演出 突然台下有人起呼 他定睛一看 正是爱美丽 我一句的互动起来 那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 对话内容 之后 他们就幸福的在一起了 全剧中 缘分不多 爱情不易 不卑不亢 不离不弃 如果爱我 请抱紧我 如果不爱 请速速远离 贫困时才是朋友 大难时才是真爱 睡在你床上的 不一定爱你 睡在你病床边的 才是真情 想一时之欢 无法过一世之苦 渡苦海结波 才修得无碍永恒 好了 我要去做饭了 古朵白 下次见 有猴